小妈驾驶竟然久后开车还在客 台北市北投区3月30号下午 有一辆黄色小巴在路口刹车不及 撞上停等红灯的机车 虽然人没有受伤 不过警方到场处理对驾驶坐酒测 发现他的酒测值高达1.33严重超标 驾驶声称他午餐有喝了点药酒才会酿活 一辆黄色小巴行驶到路口没有减速迹象 随后看到红灯一个紧急刹车停下 但车头已经碰撞到前方机车车尾 骑士傻眼要小巴驾驶下车处理 警方随后也到场了 虽然人没有受伤 但小巴驾驶一下车散出浓浓酒气 请推进 请我同事指示 来来来 用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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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来吹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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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吹 远景进行酒测 驾驶一边捂着肚子一边乖乖配合 一侧果然数次会说话 好分析中喔看一下 你看一下好不好 1点33 酒测值严重超标 事发在30号下午台北市北投区 证明驾驶酒后开小巴载客 当时车上还是满载情况 虽然没人站着 但实在太危险 驾驶声称是因为午餐喝了点药酒 这才酿货 以前车头撞击由肖南驾驶机车 停等红灯之后车尾而造势 公车驾驶土气酒精值达1点33毫克 酒后上路危急乘客安全 业者火速开凿解雇 肇事驾驶也被依公共危险罪送办 这下拿生命开玩笑 不仅工作没了还得施上行责 记者马新杰张士奎台北采访报导